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买房 家屋的时候它都会是这个状况吗 就是我们看得到管线 然后天花百年没有做好的状况下 对 大部分都是没有做好 然后有管线 设备管线 还有些就是基础的建材 那还有一部分是全毛培的 就什么都没有了 好处就是可以量身打造 因为你要的灯光跟别人一定不一样 你要的一个生活格局一定也会不一样 但其实你接过新建案 你有接过中古屋的案子 其实哪一个的装潢费会更高 对 因为旧房子它会有一些屋框要改善 甚至旧管线要换掉 那全部拿掉其实在旧房子跟新房子的差别 最大在于说 因为旧房子都是大概三四十年之前的 一个留下来的一个屋框 那那屋框可能会有一些漏水 或者说当时的法规 屋高比较矮 所以你会觉得说那个房子会比较压迫 那这些部分我们要靠设计的手法 把屋高跟所谓的屋框都必须做改善 买二手楼的确要在装修上花更多钱 因此将设计师选择买入新楼 运用自己的专业设计自己的家 特别选用白色大理石 按照太太喜欢的白金时尚风格做基底 加一些松林动物风 是为了即将出生的BB 空间由四房改做两房 其他空间间做衣帽间 更加特别做开放式书房 增加与家人的亲密互动 打造一家三口的梦想家 参观完这个比较好看的 的家后 我只可以说室内设计真的很重要 因为其实我们有时候为了省钱 会买一些现成的傢俱 组合柜或者是灯色 放到你家里又未必合适合了 或者是过了十年八年你会觉得又不符合你自己的需求 你又要重新装修 又要花一大笔钱 那倒不如请一个专业的室内设计师 帮你量身打造 你看看这里 你会觉得二十年三十年之后 其实你都不需要重新装修 所以说其实你要存钱买楼的话 都要存一笔钱做装修 又或者呢 简单点 认为一个室内设计的朋友 或者是室内设计的伴侣都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虽然新楼价格比二手楼高 但是想买入第一间都没那么难 可以由地点做价格的考量 沿着接运黄线 我们来到新装 属于大台北都会区的新市镇 价格比板桥再便宜一成 但是交通也是相当方便 尤其是低总价小平数 更加适合单身贵族又或者两口之家 就让我们去看看新楼款吧 如果你在新装区都想找一个经济实惠的单位 我也有好介绍 好像这个单位一样 大概就有八百尺 有两间房 一间就是商人房 一间是单人房 不过其实它是二加一的房型 加一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一边 它有做一个加工的设计 平时看上去就有点像书房 这里放了一张桌子 有椅子可以在这里工作 但其实设计师也有些巧妙的地方 就是这里了 其实就不用太浪费力而已 轻轻地拉下来 这里就多一张商人床 是不是很方便呢 立即就多两个床位 你可以请你的朋友来这里过夜 除此之外 这边还安装烫门 所以拉起上来 就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了 好 带大家参观这里的房 这边就是商人房 主人房 有衣柜床 这边都有衣柜 其实空间非常之旧 还有梳妆台 比较适合两夫妻可以住在这边 这边就是单人房 比较适合小朋友自己一个人居住 都有对外窗 彩光都非常好 这边可以读书 其实空间上都非常舒服 无论是二手楼 只是新楼 只要符合自己的能力购买 每种类型都可以成为梦想家 放好蠟燭的根基 接下来就是壮大自己的时候 很多移民来台湾的朋友 都会做些小生意 但铺面的挑选 往往令人伤脑筋 下一集 我们特别邀请全台北 第一间茶餐厅的老板 分享他的独门生意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